以前待會兒再彈 好好彈一下 好 約無寒小姐 請問妳的三圍小姐 我是三十二 一二四 三三 請起立 我今天褲子有點害羞 沒關係 我們不害羞 我們不害羞就好一點 OK了 OK了 這什麼害羞的嘛 太正點了 是 要不然直接下來走個台步 欣賞一下 來 森達 森達你趕快跟著啊 走個台步嘛 陪走一下 預備 陪走一下 音樂 是楊森達那種表情 來 去把他帶回來 帶回位子 各位 森達好像管家 我們是在欣賞女來賓 你在那邊弄著 對 我必須 覺得好像是你的主秀 真的 你們那個賽車模式 是不是就在旁邊撐傘那種 是 熱不熱 超熱 所以衣服都很少 我們誤會人家了 人家是不是太熱 所以才穿那麼少 平常他們穿很厚 免得中暑 穿少一點 當多久了 車界的話大概三年多 那當初妳怎麼會去進入這個呢 因為我原本是跟我票一區逛展 資訊展 然後又廠商 資訊展 對 我是民眾 一般民眾 怎麼會跟車在一起 就廠商就問我說我是不是秀哥 我說我不是 然後他又說那有沒有興趣做做看 你們除了撐傘之外 在賽車場你們還有什麼樣的工作 基本的拍照 襯衫 還有頒獎 頒獎 拿香檳這樣 那是車手的工作 他送香檳上去 或是在車手前面拍照 可是通常那個車手不都很調皮嗎 香檳都會這樣拿 你不都會很好演 因為那非常黏 而且臭 對 彎 對 下次改嘛 很不舒服 改油膩 這個 要 那個所有工作 你覺得最辛苦是哪一個 應該就拍照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拍照 對 我也很討厭拍照 拍照它很久 換一個姿勢 再來一個 怎麼對不對 對 那低一點 低一點怎麼很煩 因為我們中午大概有一個小時 屁股的時間 然後民眾會下來看車 你就要站在那邊拍照 而且是在夜晚下面 所以眼睛會受傷害對不對 眼睛受傷害 而且還有有一種說 小姐 妳靠在引擎蓋上拍一張嗎 中午12點 妳過來TotoCam 對 超燙的 對啊 究竟到這一段 妳特別興奮喔 沒有 這是比基尼大賽是不是 沒有 就是 好可愛喔 你看 三分鐘 三分鐘 請問一下 三分鐘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三分鐘要離場 給妳看一下她工作服 都要穿不一樣的工作服 然後這一張是比較 氣質飛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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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張是什麼樣的比賽 這是 比基尼大賽是不是 沒有 真的 沒有 所以廠商都會希望 妳可以搶眼一點 所以衣服都越來越厲害 因為妳們不能戴墨鏡 對 那長時間在那個 妳是在南部嗎 是 大鵬灣 那個太陽這樣 眼睛會不會受不了 眼睛很受不了 我眼睛又超級味光 是喔 那怎麼辦呢 就不能怎麼辦 就廠商人蠻好的 他都會就是知道 我眼睛的狀況 會讓我休息 然後攝影師 他們也會把閃燈條弱一點 所以還滿貼心的 而且用酒的 會有白內障 對 就是妳在那個 像 為什麼大家在海邊 一定要戴太陽眼睛 那不是為了帥 就是怕眼睛受傷 對 那妳說不能碰到車手的車子 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車子是有脾氣的 車子是車手的老婆 那別人已經是不能去碰到的 是喔 那妳可以碰妳老公的車嗎 我自己的話 也完全不碰我老公的車子 那妳老公會不會碰妳的車 會 但是她是比方說 幫我調一下東西這樣子 對 那妳會不會吃妳老公去 不會 為什麼不能碰妳車 那妳就不要碰我 不會 因為 因為之前的確有那種 就是中南部的車隊 然後就說 有一次他們就講說 怎麼女生去趴他們的引擎蓋 結果那一場車就壞了什麼的 他們有的會有 趴引擎蓋幹什麼 就可能拍照 就像我們圈子 不是女孩子不能碰攝影機一樣 是 還有那個燈箱也不能碰 延伸題 對 女生嗎 可以 歡迎 那男生可以 妳可以碰男生脫掉車嗎 應該也可以吧 我沒有管這個 沒有禁忌 延伸題 延伸題 妳可以碰男生的音架嗎 我可以 我可以 這吞下的音架 我可以 音架我都死了 沒有 延伸題吧 我們要搞清楚 唉唷 可以碰男生的音架 妳有出國當過賽車女郎 有 去哪裡 去卡達 卡達很正耶 對 很厲害 卡達在中東嘛對不對 對 在中東 在杜拜旁邊 對 那是怎麼樣的比賽 那是MOTO GP國際賽的 哇塞 MOTO車 那邊是有台灣車手嗎還是 沒有欸 那邊其實還蠻厲害 因為他非常有錢 所以他不賺人民幣 所以他不開放大陸觀光 也不開放台灣觀光 台灣也不行 對 也不行 卡達 嗯 卡達 我自己想去都不行 不行 我們那時候是以馬來西亞國家 對去的 是 真的假的 不然進不去 我覺得一輩子可以去到 蠻厲害的 那我們就杜拜旁邊看一下 對啊 到杜拜旁邊 卡達 就怎樣 那我們去看賽車可以嗎 不行 都不行 當觀眾去看賽車也不能去 那妳當時去是穿這樣嗎 要包起來 那邊其實要包 真的要包起來 包起來 請妳去到 賽車也要包起來 包起來其實要包下去 那個呆子去就好了 沒有 就我們可以露臉 可是手腳胸都不能露 那妳們是穿什麼衣服 我那時候其實穿 買下他原本的賽車服 可是裡面還套了一套 車手的那個滑衣 那那邊當時有車手想娶妳 當惡訪 那是一個就是 某車隊的經理 對 對 他就是來台灣比賽 然後就覺得 他就滿喜歡我 一開始就一直跟我聊天 他哪裡人 他馬來西亞人 OK 馬來西亞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畢業 有沒有要出國遊學 然後之後就一直跟我談說 什麼時候要結婚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國家可以娶三個 那已經娶一個 他想要娶我當第二個 憲哥 我覺得他不能嫁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車模 他嫁到馬來去變馬來模 這個好笑 OK 謝謝 那請教一下 妳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我喜歡體貼 幽默 孝順的 那就是 楊聖達 對啊 因為楊聖達最近 跟他女朋友那個有點 可能說打個電話回家 不好意思 錄影有點久了 媽 媽 妳還好嗎 媽 這個這漏掉了 孝順的 對 孝順 妳喜歡那種孝順的 幽默的 對 OK 那妳覺得 惟意怎麼樣 滿可愛的 帥不帥 帥 那妳覺得那個 究竟是 這樣問 人家說不會 謝謝 真是客氣 希望妳當車模能夠 最後當成賽車手 那才厲害 之前真的有廠商這樣 跟我踢過 是不是 今天都會開手排車 可是妳握方向盤 好像不太方便吧 還是可以 手很長 方向盤要大一點 妳握位置給我們看 適合 怎麼會有人握方向盤 握得這麼好看 OK